What? 不能不说这个设计是有点意思的 M5款Apple Vision Pro 在今年10月15号发布时 网上都炸开过了 机身变重了 官方却号称替代更舒服 本来就脆弱的颈椎能受得了吗 M5芯片带来的性能升级 真的能治好在复杂场景里的卡顿吗 新系统FissionOS26 终于支持PSV2手柄用来打游戏 那么Fission Pro还会吃灰吗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在48小时的短暂使用时间里 尽力解答这些玩家社区里 非常关心的M5款Fission Pro问题 看看加量不价债的Fission Pro值不值得买 还有顺便替Fission Pro老用户问问果子哥 为什么不支持宇宙化信呢 为什么Apple没有提供设计的选择 首先感谢苹果让我提前来到M5款 Apple Vision Pro 为了这次全球首发的体验视频 我还打了个飞滴去上海取舰 不过苹果并没有对视频内容做任何的干预 各位可以放心观看的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 常文威尔频道是专注于体验各种 XR的头戴是设备内容的自媒体 做视频不容易可以先来个 投币点赞三连关注转发 这样对我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我们先来个快速开箱吧 哇 好大遇伤啊 因为我要坐飞机回来的关系 所以我预先把包装拆了 拿出里面的电源过海关 不过所有设备我都还没体验的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打开M5版Fusion Pro的 好紧张 看看吧 朴实无花的包装 哇 还是挺重的 其实这样看的话 跟M2版的Fusion Pro好像没有区别 这里就有写了M5芯片版512GB的Fusion Pro 这个应该是唯一比较明显的标签版 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一个Fusion Pro二代 我觉得应该不是的 因为官方根本没有用上这个名字 直接来看一下 3 2 1 好重啊 我们第一眼就看出区别来了 M5款Fusion Pro是用了双圈编织头戴的 但是两边的宽度其实有点不一样 跟民间的那种改版方案 还是有点不同的 再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啊 有一本很漂亮的画册 挺漂亮的一本说明书 有一块抛光布 这个则是我在过海关时拿出来的电源 如果你跟海关说 这个是给Fusion Pro 捐用的电源的话 一般都是可以放行的 不会说这个是充电板拦住里 每一版国航都一样 有个USB-C电源线 40瓦动态电源适配器 最高能支持到60瓦 可能我们充电速度也比第一代会快一些 还有多一个眼罩 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本体吧 哇好重啊 好漂亮啊感觉 一股狠心的数码味道 猜吧 嘿嘿嘿 摸上去 这个后面已经感觉到那个重量了 因为M5款的Fusion Pro 它后面是正在了 雾金属配重的 这里也有一个小的按钮 它变成可以向下拉的 这样 嘿 好清脆啊 这个做工还是一流 但重确实是重了很多 它说50颗 但我感觉 嗯 还是带上头才知道吧 按下去 松绑的是后面 拔一下 松绑的是上面 哦 诶 好神奇 确实没有那么压连 主要的压力都放到头顶上了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是有点意思的 赶快把电源拆了 我要接上电源试试看 做工也一模一样了 电池的电压应该跟一代比是有区别的 我们可以后面再看看 然后还有这个电源线 这么不环保 送充电器 而且Fision Pro才有的待遇 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官网上卖是卖多少钱呢 好我把这里清理一下 接上电源试试看 无论是下面这里还是下面苹果机这边 压力都没那么大了 开机的速度也快了 新机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用FaceID解锁的 哇我这样看一下 感觉 哎呀前面的头发没什么了 这好像没那么好看 哈哈哈哈哈哈 找出双圈编织头戴的舒适贴合度 诶它是在我们怎样使用呢 让我这两天好好使用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M5款Fision Pro到底值不值得升级 这次M5款Apple Vision Pro的小圣子里 双圈编织头戴绝对是这样我惊喜的 刚拿到手指还觉得有点沉 甚至有点嫌弃 可是已戴上头调好位置 之前的顾虑瞬间没了 上上的头戴有物金属钉片配重 轻轻转移下调节扭 就能把受力点分到上层头戴 整个脑袋的承重比单圈头戴好了不小 就连这关膠都能调得稍微不贴脸 对颧骨和苹果G的压力减轻了很多 配戴时间能延长不少 戴久了头顶也不会压得很慌 而且M2款和M5款的配件能完全兼容 头戴才是光学插片 这关膠这些都能通用 以前戴M2款Fision Pro 半小时全骨骤压的疼 全靠自信音调节 还有半毯在懒颜沙发上减负重 现在戴新头戴 脸不闷也不压 连续戴一小时都没有不实感 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点丑吧 老用户要是觉得M2款压脸 花79块个头戴是真的值 大家都说苹果M5芯片快 但我懒得看那些几何几线程的参数了 就按平时的实际用法来测试吧 像音乐、时钟、三车 这些常用的空间小组件 以前在M2款上堆多了就卡顿 现在我堆了一整面长 操作还是丝滑的很 淘宝Fision的接红包与是测性能的好场景 以前用M2款玩 两个碗明显不跟手 抢红包还一卡一卡的 换M5芯片后 首部最终便流畅了 两个碗贴合双手 90Hz追踪确实有用哦 红包与降落也升滑了 第一轮轻松拿了7800分 哦对了 我去年还拿过全球第10亿的排名 大家拿到手也能挑战下我的分数哦 M5款还多了120Hz刷新率 说直白点就是转头看东西不脱影了 比如用Mac Visual Display 打电脑投频到Fision Pro 以前M2款只有60Hz 转头时会模糊 现在M5款看着特别清楚 跟右眼看差不多 不幻眼 不过要注意 120Hz主要提升虚拟画面 透视环境变化并不明显 毕竟处理透视的还是老款ROE芯片 这点能理解的 基于提升10%的珠细点酸氧分辨率 原谅我的眼睛没那么明锐啊 我真的看不出来啊 我也测了一下续航 官方说常规使用2.5小时 看视频3个小时 实际体验下来 连续看电影3小时没问题 中间没出现掉电飞快的情况 平时看网页玩游戏 能连续用2.5个小时左右 出门把电池翻口袋里 蹭半天应该没问题的 不用带到一个充电宝 充电速度也不错 从1%充到100% 只要1小时24分钟 可惜不支持快充 不过对大部分场景来说 这个电量够了 正有续航效率的话 还能边充边用 打游戏其实对性能压抽不低的 现在只要升级到FisionOS 26 不管是M2款还是M5款Fision Pro 都能官方支持 Sony PSVR2手柄啦 原生支持6DOF空间定位 还带震动反馈 不过视频节稿前 支持VR手柄的游戏还不多 目前做的最好的 是皮克州游戏Pico Pro 和圈流PCVR的应用ALVR PSVR2手柄的追踪特别稳定 不管什么知识 都没出现过电路追踪的情况 现在我们有了手柄能实现更精进的操作啦 震动反馈也让体验更真实 比如玩Pico Pro 游戏里的球拍和现实手柄贴的路更高 击中球时候的震动 感觉就像打针球一样 最绝的是能跟朋友联机 直接看到他的自影像跟我一起打球 以前在其他VR设备上玩 对方都靠着虚拟皮套像个NPC一样 而Fision Pro的自影像 用了最新体积刷眼技术 外表、眼神、表情、动作 都跟本人超像 延时还特别低 明明我们两个在不同城市 却感觉像面对面打球 太神奇了 不过Pico Pro 目前还没正式下载App Store 等正式版上线 我肯定再做一期视频细聊的 所以说在Apple Vision Pro上玩VR游戏 真不是梦 就等开发者把现有的VR游戏 移植到FisionOS里啦 近期已经能看到开发者的积极动作 比如近名VR游戏 Handphysics Lab 最近就下载了FisionOS App Store 希望更多VR大桌能尽快适配吧 另外部分iPad游戏 在Fision Pro上也能玩 性能还会提升 比如明朝 绝区灵 能用上最新的灌追技术 要是小玩3A主机大桌 也能通过Porto 无线连PS5或者Xbox 或者用Moon Knight XL连PC 玩低延磁大桌 不过我更推荐用Mac Visual Display 连Mac电脑 用虚拥超宽屏 玩赛博朋克2077 体验超棒的 哦对了 想知道FisionOS 26还有什么功能 可以回看我这一期视频 里面提到的功能 现在都已经实装能用啦 最后总结一下 M5款Fision Pro比M2款好用在哪咧 1.戴着不压脸 配戴舒适度提升明显 2.玩游戏 对小组件不卡了 投屏Mac Visual Display也更爽 3.续航涨了 能完整看完一整部电影 基于要不要买 要分情况说 如果你是老用户 觉得M2款卡顿 换M5款是可以考虑的 但如果主要用来看视频 刷网页 只是觉得压脸的话 那花799元 换个三圈变质头戴 更踏实一点 还省钱 其实我觉得M5款更适合 开发者和弊断客户的 开发者能把M5芯片的性能拉满 开发更高画质的应用 为以后的Fision系列暴露 而且苹果还准备给M5款 出新款开发者头戴 能看出来果子哥 开始重视高性能带来的 画质和沉浸感提升 想把虚拟与现实融合得更好 苹果这次也突破了XL行业的困境 现在很多VR设备都依赖高通 用几年前的手机芯片改一改 交给头戴设备用 可是高通XL芯片的性能 根本称不起更高分辨率的屏幕 而苹果因为软硬件都自己把控 能针对屏幕开发高性能硬件 还能做针对性的系统诱化 不过直边加量不加价 M5款Fision Pro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还是有点贵的 花2万多接近3万块 买一台大部分时间 用来刷网页看视频的头显 不是谁都能轻松做决定的 但如果之前对M2芯片性能不满 或者想做XL开发 那现在用手M5款 绝对是接触未来空间计算设备的好机会 所以你会考虑用手M5款Fision Pro吗? 还是作为M2款老用户 只打算换条双圈编织头戴呢? 你想在Fision Pro上玩到什么游戏或者应用 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里告诉我哦 以上 这是本次随便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这些小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VR一个集 愉快GN和银河造成的XL化者频道 我们晚上期再见 拜拜 Hispanic 这个社群主纳 그것, 她最下定一条 现在应有一个小孩